请问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人距离远吗 看地图来说好像靠近吧 是还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槟城去新加坡呢 很远 吉隆坡去新加坡呢 远还是很远呢 罗伯去新加坡呢 还算OK 不过一骨车起来呢 就也是感觉很难远的 但最主要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去到新加坡工作 简单来说就赚钱嘛 因为新币换去马币 一乘三 哇很高 甚至一到三点二 也是蛮大 那最主要的问题来了 即使距离在这么远 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到新加坡工作 更何况学习 那么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能够从槟城下来吉隆坡学习 来吉隆坡学习能够让你改变 能够让你成功的话 那为什么你不要来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位家人 他从印尼回来哦 印尼耶 各位 印尼 来马来西亚远嘛 也是一段距离啊 但是 我们的学员这位家人 他叫Tony 他渴望想要成功 他渴望想要寻找更好的机会 他从远方的印尼 递过来这里 所以告诉我什么 成功跟距离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在此 为什么 你会以距离为结果呢 很简单 因为你的心 根本没有那个渴望想要改变 如果你的心 真心也要改变的话 什么距离 那个距离再多远 即使去上海 你都会想办法 即使去美国 你也会想到办法 即使去月球 你都会想办法 你说没有钱 小事情 去银行借也可以 去 跟你父母亲借也可以 或者你跟你的朋友 你的人生另一半借也可以啊 你没有车 更简单 跟人家借 跟人家借车也可以 跟人家搭车也可以 搭火车搭飞机也可以 所以一切最终是取决于你的心 心没有的话 所有东西所看到的都是问题 清楚了吗 好想想吧 我是WCR的Gerard 陪你一同成长的就能够 加油